欢迎大家来收看笑笑堂 让我们欢聚一堂笑笑十年上 诗如其人 有一天下起大雪来 季晓兰披了一件缩衣出了门 直奔北京河深府 看门的问她 你到哪儿去 季晓兰说 见你们大人 看门的上下把她打拧了一下说 你且慢慢 待我明报 河深正在宴晴会宾 呼抱有一串缩衣老汉球剑 便皱着眉头 换了思考 我可没有什么愚民朋友啊 随后对看门的说 你去告诉她 今日宴晴的都是当今明事 以闻会友 来客不少 来客不少 如遇相见 可提师一手 开门的对季晓兰一说 季晓兰提笔写了一句 递给开门的 让她交给河深 河深一看上写 一片两片三次片 打笑 下雪了 永雪当然可以 但写得太没意思 但写得太没意思 去让她接着写 开门的拿回诗稿 季晓兰接着写出第二句 五片六片七八片 又让开门的拿去 河深一见 大笑不止 哎呀 这也叫诗 谁都能写 她一看来的不是什么有学问的人 便告诉开门的 今日不见 请来者自便 季晓兰心里也暗暗的好笑 好一个提督大人 如此难见 便挥笔 接着写道 九片十片片片飞 飞入如花都不见 又递给开门的 让她再跑一趟 看门的说 大人嫌你诗写得不好 别摆费劲了 季晓兰说 你再劳架一次 看门的 只好又将诗句奉上 河深一见 顿时离席说 诗如其人 季晓兰来了 速去迎接 出门一看 果然是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